欢迎来到语说体育 今天刚看湖人队阵快船的比赛 这种快船队取得了胜利 这两支球队我们清楚 都是洛杉矶本地的球队 它俩共用一个主场 都是四台普世中心 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 这就使得快船队 无论是名义上的主场还是客场 其实只要他们面对湖人队 打的那都相当于是客场 因为我们清楚 这两支球队 球队的历史抵御文化历史战绩 那都可以说是天差地别的 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 你别看说本赛季快船队 在路易卫莱姆史哈里斯加里纳利 在三叉戟的率领指下 打的表现都是可拳可点的 目前高举喜部地势 在战绩场面 甚至还要哑过湖人队一头 但是呢这又如何呢 毕竟呢这支球队 跟拥有詹姆斯的湖人相比 新广的相对暗淡 同时呢我刚才也提了 整个历史底蕴和文化 差了不止一个档次 你别说是本赛季了 你就是往前倒 当初湖人队最落寞那个时期 以及快船队最巅峰的 三巨头时代的快船 那又如何呢 在球迷竞争方面 那也是明显干不过湖人的 这就是现实情况 这一点呢也让人联想到 你像在西别这个联赛当中 你深圳队打主场 如果说你面对广东的话 那有时候呢也是打客场一样 因为毕竟广东队 队内的核心 国家队队队长 一介连他本身就是深圳人 所以呢这就是快船队 不利的一面 当然啊今天呢就整体的实力层面角度来看 那快船队还是占据友识的 因为毕竟我们清楚啊 湖人队这边勒布朗詹姆斯 因为此前跟勇士队比赛当中 复古狗受赏目前 仍然处在上兵的观察期 他是无法处战的 再要一个湖人队 另一位的核心持久人 拉减龙多呢 他因为这个首部的赏识 要休战一月左右 他俩不在的 那我们清楚啊 整治湖人队 他这个战斗力 立刻就会掉一个档次 上一场比赛 湖人队面对国王 我们也看到了 就是在关键球的把握上 关键节点 这样一种掌控比赛的能力上 湖人队是明显有所不足的 也是因此数到了比赛 而奔场比赛面对快船呢 基本上大同小异吧 就是当关键时刻到来 当球队需要你得粉的情况之下 这会儿没有人能够停审而出 撑住局面 我们清楚啊 目前这个湖人队 三位年轻的球员 鲍尔 英格拉姆 以及库子玛 他们啥呢 怎么讲呢 确实都不错 打的表现也都是可圈可点 但是呢 你正要说 以球型的标准去衡量 没有一个能打到的 关键时刻正要说 让谁停审而出 凭借个人能力去掌控局面 没有人能够做得到 这就是湖人目前的问题 也是湖人队 本赛季面临的一个很大尴尬 就是三位年轻球员呢 目前来看 这样一种前景呢 他还是充满了疑团 我们知道啊 这个一个年轻球员 刚刚被NBA选中之后 这会儿呢 那外界对你是抱以很高期待 但如果说一个赛季打不出来 两个赛季再打不出来 等到第三个赛季了 我们清楚NBA 那信秀信人 那一年一茬解一茬呀 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 到了一个临界点之后 那会儿呢 在你身上原本庆祝的 足够的培养资源 会逐渐的开始缩水的 那么一旦那种时刻到来 那么这位球员 他的未来发展呢 就会面临严峻的考验了 目前其实胡人队 这三位球员呢 在省上都存在 这方面的隐患和理解释 比赛当中呢 我们也看到啊 这个因为他们散 很难有效的升起局面 所以呢 胡人 关键时刻 往往是拔不起个 面对快船队 路易卫联谋 是屡屡这样一种 搭心脏的表现 胡人队这块 无有回应 另外一点 就是比赛当中啊 我们也看到了 同时呢 这也是目前胡人队的 一些球迷很关心的一位球员 那就是竹把持 今天这场比赛呢 开场阶段 我们看到胡人队啊 屡屡想要找竹把持这点 希望他呢 能够通过自己的内线进攻 为球队呢 拉开内线的 这样一种潜质力 那么这样一来 整个胡人队 进攻局面呢 那就或许会 更加明朗一些 但是我们发现 竹把持呢 这名球员啊 上一场比赛 面对国防队的考利斯坦 他在进攻段 就屡屡吃鞭 而本场比赛呢 面对快船队 这个伯板的杠手进攻段 可以这么讲 就是在力量 已经不在有失 在队位也是 占据脸色的情况之下 进攻段 他一对一打的极为简单 技术动作大 这个大幅度的变形 甚至呢 往往为了躲避对手的封盖 而提前进行一个 高难度的大高手 但是最终我们发现啊 这个屡屡打铁高中 因为这样一种表现 就使得 之后的比赛当中 胡人队也没有太多的 依赖他这点内线进攻 因为确实打不开嘛 对于竹宝池这名球员呢 我的看法呢 就是他是 档下迎来了 属于自己的机会 因为我们清楚啊 麦吉因为肺炎 这样一种这个 伤病的影响 长期住院 目前也是饱受 这个伤病的困扰 短期之内呢 似乎是回不来 另外呢 就是这个 老将钱德勒呢 在麦吉确证的情况之下 曾经一度顶替上了 守法的位置 但是钱德勒这名球员 毕竟已经36岁了 他呢 如果说在守法的位置当中 与对手较量的话 明显在体力层面 尽力层面 能量方面 倒是有些力不从心的 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 忽然对沃顿主帅 看到了这样一种 健男的形式 把竹宝池提拔起来 给予他 报以了这样一种重用 竹宝池呢 在之前几场比赛当中 表现也确实不错 但是客观的讲啊 一旦说麦吉上市全域 开始回归的话 那么麦吉肯定 仍然会是这支球队的守法中方 而替补中方呢 我个人也是 更加倾向于钱德勒的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竹宝池这种球员呢 属于比较笨重的类型 他在进攻段呢 可能凭借升高和盾位 在某些比赛当中 某些队外当中 能够达出一些表现 但我们要清楚 档下恩兵 对于内线的这样一种需求的形式 我们看到猛龙队 曾经也是一直稳住 守法位置的瓦篮球 纳斯目前都被贬到剃补了 而且我预计呢 这样一种倾向 有可能蔓延到 像开赛者队的奴尔基奇啊 这种类型球员 逐渐的都会在 开始出现这样一种倾向 就是一名球员呢 一名笨重型运动能力相对较差 比较移动速度缓慢的 这种内线大中方呢 如果说你的进攻段能力 达不到球员 完全要将进攻 以重在你身上的 这样一种级别和长度的话 那么你是很难被球队 予以充分的重视和这个信任的 这就是档下的时代 也就是说呢 你在进攻段 除非你能够像阅记奇那样 哎 我在进攻段 你别看说我 移动速度相对较慢 但是我在进攻段 这样一种作用 整个队内无人能够替代 那这会儿没有办法 讲不了说不起 那就必须得用的 但是竹八尺 他在进攻段 无论是个人的强攻 以及呢 这样一种全球的侧用能力 都达不到这样一种预期 而且未来的发展来看 也基本上并非 这样一种级别的球员 那么再参考到 他自射防手段 存在的移动速度 较慢这方面的问题 以及目前胡人队呢 他整体的打法是什么 我们知道胡人队呀 他是一直非常强调 快拱反几的一球队 他是非常强调 这样一种速度的球队 在这样一种大的 战术死路指下 竹八尺 他这样一种球员特点 更是与整个的战术死路 是背道而驰的 所以呢 我感觉竹八尺的之前游击场 好的表现 这个是很不错的 但是呢 就长远来看 他在这支球队 恐怕呢 未来的前景 前途也不是特别明朗 本期呢 就为您各位老正 卢文学院本视频呢 点击屏幕右下转订阅 咱们下期再见